女性原本呢 除非說你有公會同意 或是勞資會議同意 否則從晚上十點 到隔天凌晨的六點是禁止工作的 但大法官說 違憲立即失效 我們來看看 非國際線的空服員 時常日夜顛倒 基本上女性勞工都會配合排班 但其實原先勞基法 也賦予女性有拒絕的權利 原本勞基法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規範雇主在勞資協商 或工會同意前 不得要求女性晚上十點 到隔天早上六點提供勞務 因此讓工會多了談判籌碼 像必須輪值大小夜班的媒體工作者 就和電視臺協商 不論男女員工 夜間工作後回家 都可報仗繼承車費 然而二十號大法官宣告 做成第八零七號解釋 直指勞基法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 違反性別平等 宣告違憲 法條立即失效 使得工會相當擔心 原先公司提供的交通津貼 夜間工作津貼 會連帶遭到取消 所以有立委要求勞動部 立刻修法補救 勞動部表示 懷孕或哺乳期間的女性 勞工仍可拒絕夜間工作 至於視線引發的爭議 將邀請專家會談 也擬對策 賴香菱 要求勞動部在中秋節之前 提出修法版本 並成立協助平臺 讓現有工會好不容易爭取到的 夜間工作補貼 補會就此一筆勾銷 記者黃金郭俊麟臺北報導 介紹兩位來賓 律師李彥龍 大家好 非常感謝 再來歡迎是臺北市產業總共會的總幹事 陳淑倫 淑倫你好 大家好 不過我可能花一點點的時間 談這個來龍去脈 四字第八零七號解釋 這怎麼來的呢 佳樂福很不爽 佳樂福說 我就是找女性來去晚上工作 結果臺北市也罰我 桃園市也罰我 臺中市也罰我 高雄市也罰我 臺南市也罰我 罰我那麼多錢就算了 還把我的名字都放上去 這不像我做籤犯科 殺人犯火的 他就很不爽 他就要提示線 除了佳樂福之外呢 華航也說 我明明就是可以讓女性來工作 結果又被罰 他也不高興 他也提示線 結果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就說 我如果是這樣判呢 當然他就是違法 因為勞基法就講得很清楚 可是這感覺又怪怪的 所以臺北行政 高等行政法院也去提示線 三個方面提示線之後 大法官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看大法官說 這個本來勞基法這一條呢 你這個法這樣定 跟最後目的的達成要符合 很顯然他是不符合的 他怎麼說呢 第一個立法的目的呢 是要跟立法的目的達成具體的實質關聯 可是呢 因為你限制女性在十點以後 六點之前不能工作 因此女性的就業機會被剝奪了 這是一個 那為什麼女性不可以 男性就可以呢 這叫做以性別為分類標準 對女性呢 形成了不利的差別待遇 再來大法官清楚說 當初勞基法定這樣子 就是為了保護女性 在晚上出入的社會 治安交通安全 要保護母性 因為媽媽很辛苦 晚上要工作 白天要帶小孩 真的不會甘 女生還要負養女的 養子女的責任 所以呢 定了這個夜間禁止工作 但大法官說 安全是國家要做的 你要保障婦女的 在晚上出門回家 這段的路程的安全 是你政府的做 你不能說因為政府沒做 所以女人就不能出來工作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女人不能做 男人就能做 在生理上 大法官看不出來 有什麼差異 就身體生理的部分 男女其實結構是差不多的 沒有道理說 男人晚上能做 女人晚上不能做 再來顧小孩 憑什麼一定要女人顧小孩 男人就可以依法不顧小孩嗎 所以用這條呢 來去說禁止女性夜間工作 也沒道理 再來說 因為要經過工會 或是勞資會議 工會跟勞資會議 憑什麼決定 每一個人的工作意願 我想要加班 賺一點錢 怎麼工作說不行 他憑什麼來決定我 因此種種的條件下呢 說這一條就是淪為性別角色的苛咎 違反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條 性別平等的意志 因此即日失效 先請教彥隆 有道理沒道理 我應該必須這樣講 我今天看到 在看這個解釋文 跟解釋理由說 我第一個感覺是覺得很怪 很怪是說 就是他的邏輯論 因為法律人很重視邏輯 是 其實剛剛信聰哥所講這個 他就是說先從一個去犯說 這個法律存在的目的 為什麼法律規定說 女人夜間不能工作 法律存在的目的 跟他所用的手段 對男女做差別待遇 然後他這個邏輯上面 看起來 我覺得其實是 邏輯上是對的 就是邏輯上是 他可以導出這樣的一個規定的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後來發現 為什麼我覺得他怪 是因為我覺得 大法律很沒有現實感 所以沒有現實感 就是說我們去看他幾個理由 第一個就是說 他說因為就是像剛剛 信聰哥講 就是說女人 就是比如說國家必須要付有一個 就是去提供這個安全場所的義務 但是為什麼這個東西 反而變成限制女人工作權的理由呢 但是應該反過來 就是說現實上 我們還是可以去瞭解 比如是性侵害也好 暴力犯罪的受害人也好 其實大部分都還是女孩子 所以這個社會治安的敗壞 其實受害人是女人的情況 居多的情況在這個現實 上面的狀況 我覺得大法官沒有考慮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他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好 就是小孩不一定要女生戴嘛 男生也應該要戴啊 事實上就是都是女生在戴 事實上百分之 我們看勞動部每年三八婦女在做的 所有的調查都可以顯示 就是說大部分臺灣的家庭裡面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 牢 家庭的勞務 不論是照顧小孩也好 家庭工作也好 都是女孩子在做 所以他這個邏輯上面 我覺得看起來是很中性的 好像很中性很中立 說好我們男生女生就是要平等 所以這個法律上做差別待遇 沒有去考慮到女人 個人的意願的時候 但是他呼籲了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的個人意願 其實不是單純 我們自己想說 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們就受到很多的因素在左右 比如說我家庭的因素 我跟我配偶的關係 然後還有這個社會 跟我的職場 我的老闆怎麼去看 我做一個女性的員工 所以我這個覺得 覺得很沒有現實感 但是我又覺得 就法律上 我不能說邏輯上也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覺得有點奇怪的一個 就是邏輯有道理 但是誠意過高 說到壞店就是 嚇人家在群頂 在背來背去 沒有站在土地上 是啊 但我想問的是說 可是大法官說的 也有道理 是因為如果你是老闆的話 因為你請一個女性員工 晚上十點以後 他不能工作 如果我這個業界的 這個工作型態 就是要晚上十點 一定要有人 那不好意思 我就可以請女兒了 所以因此就變相 剝奪掉女性的工作機會 可是其實現在現行的勞基法 因為大法官就是把這一條四十九條 一項宣告為違憲 還有一個理由 就是說其實現實上 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很多的產業 已經經過勞動部的核定 就是說他符合這個 但書規定說好 雇主有提供必要安全的措施 而且工會跟勞資會議 有去協商 一些相關的附加條件之後 有例外的同意 他們這些特定的行業的女工 可以在晚上十點到白天的 隔天的六點去工作 那這個行業其實很多 我去查過 還包括我們法律服務業 法律服務業受僱的律師 也包含在裡面 所以其實大法官 他們就是用這樣子 既然核定的 就是能夠去女工 可以在夜間工作 這些例外的行業 這麼多情況之下 表示這個法律沒有與時俱進 沒有與時俱進 所以我們把這個法律 就宣告為違憲 就是我們認為說 男生女生都可以在晚上十點 到隔天六點之後去工作 但是他沒有考量到 就是說其實今天勞動部 之所以可以去核定 我想待會淑倫姐 可以去做一些補充 勞動部之所以就核定 就是說這些行業可以例外的 有讓女工在夜間工作 其實是有經過各種 就是原本法條規定的 這些彈書 就他必須要符合相當的條件 對於女工的各方面 不論是安全也好 好像就影響到他的一些家庭 安家庭的工 就提供他交通工具 女工宿舍安全必要措施 而且經過勞工 工會跟勞資會議的同意之後 經過諸多條件的限制 我們例外的許可 但現在這個東西違憲了 表示說之前這個工會也好 或說這個公司勞資會議也好 他幫員工一起去 協上這些條件 等於是都不存在了 就變了個別的員工去面對資方 那我覺得其實剛剛信聰哥 也提到一點 就是我覺得大法官 他的理解是說 好我們所有的員工 我們每個勞工 臺灣所有勞工 我們都是很powerful的 就是很有力的 我們可以單獨面對老闆 然後老闆說 你晚上要工作 我說 我可以說不要 然後呢 可是這是現實上的狀況嗎 所以我自己在看這個時候我就覺得 就法律人 我可以理解他那個邏輯 但是就一個活在 作為一個家裡孩子 是一歲四個月 我還是老闆 我自己都覺得 我很難去平衡 那個的時候 那我們如何去面對廣大的 實際上 正在肩負 家庭照顧著這樣子的一個職務的 現實狀況應該會是這樣子 不過因為 葉隆你自己是職業開業的 那如果你是 那個受聘的律師的話 我是你的老闆 我就說 葉隆明天 那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客戶的案子 一定要交 沒有的話 我們事務所會賠的賠死了 拜託 今天晚上加班到凌晨兩點 你敢說不嗎 這個是很多現實上 大型事務所的 受僱律師的狀況 但是如果是原本勞基法 抱歉 他就是不能講出這種話 不過我當然要請教 俗倫 依照我們的法治社會 大家都可以罵大法官 這是言論自由 但沒有可能轉還了 因為他們是我們最最最厚 最最最重要的那個視線者 也就是說 所有的事情 不管你同意 不同意 你當然還是可以罵 但大法官說了算 好 當大法官說了算之後 接下來實際會發生的事 是否 也許五年 十年 二十年後 女性的工作機會 就跟男性在夜間的部分均等了 女性的工作機會會變多 還是現在應該有很多 原本可以在夜間工作的女性 她可能哪有夜間津貼 交通津貼 一大堆有的沒有的福利 也因為大法官的視線 通通被取消 到底是好是壞 我認為這一條 簡單來說 他明明是往性別平權的方向去解釋 但是呢 性 勞動基準法做這個規定 就是性別鑲嵌在勞動 勞動鑲嵌在社會 這件事情要被看到 那今天重視了性權 但是丟了勞權 所以我看到有一個知名 律師的評論 就是倒洗澡水 連孩子一起倒掉 就是說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大法官的理由 我其實都蠻贊成的 是 要保護夜間勞動者的工作 及職場安全 要不要保護 要 男女 任何一個性別 都應該要 不一定男 不一定女 包含多元 維護身體健康 盡量避免違反生理時鐘的夜間工作 是所有勞工的需求 對不對 講得太對了 我覺得大法官講得很好 大法官說 教養子女等家庭照顧責任 是由經營共同生活 全體成員合理分擔 不以女性違憲 把他放在女性身上 是一種性別苛救的看法 對不對 太對了 這裡每一句話都很對 但是這個每一句話都很對之後 結論是我們把四十九條之一 宣告為違憲 而且之後立即 現在馬上發生的效果 就是雇主此時此刻開始 他可以立即把他的女性員工 排進大業班 因為沒有只有 就是你已經沒有這個 就不違法了 不違法 對 然後而且大法官 可能忽略一件事情 絕大多數的勞動者 並不是自己決定 我在上哪一個班別的 是的 就如同像武漢醫院 二十四小時都在運轉 大業班永遠有護理師 是在這個職請 這個他是他選擇 我很愛上大業 我非常愛上大業 當然不是 大家就必須要輪流 所以才會出現花花斑 白斑小業大業 這樣子一直在輪 也就表示說 勞動者的自我選擇的權利 真的有那麼大嗎 或者是說 基於夜間工作津貼比較高 所以大家很願意選大業 那這件事情 到底是故意用經濟利益 去驅使勞動者 就是這個選擇 還是他非常喜歡 夜間工作 夜間工作比日間工作 對他來講 更能維護他的身心健康 是哪一種 所以如果並不是一個勞動者 絕大多數情況下 非行自願很愛 在夜間工作的話 那麼到底在保障性別的 平等跟保障勞權之間 是不是應該要有比較明確的法律規範 是 勞動基金法的重點是 賦予 課予雇主義務 雇主要做到什麼事 那可是四十九之一有兩成 第一個是工會跟勞資會議的同意 第二個是你要雇 雇主要達到的是 你必須要提供必要安全 衛生設施設備 然後這個是在四十九條二 訂了一個辦法 然後我另外去訂一個辦法 什麼叫做夜間 安全工作的這個 衛生設施設備 然後還要提供 消防工具 還要提供宿舍 或者是宿舍 就你要達到這些要件之後 可以可以夜間工作 那如果今天 以性別平權的角度 應該是達到這些要件之後的 男性或女性 或任意性別 才可以夜間工作 我們應該把 如果大法官的解釋 正確的推導 應該得出這個結論 但沒有 因為他是宣告本條失效 他也不是說 我宣告明年一月一號起失效 就稍微如果有點時間 那勞動部就趕快修正 這個法規 讓所有的夜間勞動者都獲得保障 不是很好嗎 我們完全瞭解大法官的意思啊 沒有 因為他宣告立即失效 那所以現場就確實就有人提問大法官說 宣告失效之後的法律效果 在本法勞基法當中對於夜間勞動者的保護剩下什麼 只剩下女性可以基於健康或其他正當因素而拒絕夜間工作 連認成跟哺乳那一條都很不確定的 因為那一條是依附在前面四十九之一的 是 那所以今天我若是一個懷孕或認成 認成或者是哺乳的婦女 我要去宣稱 我就沒有辦法用這條 我要用前面那一條說 我是健康 懷孕不健康嗎 我要這樣說嗎 這個很怪的嘛 對不對 除非你能舉證說 你上這個夜班 會對你身體造成很大的危害 我自己要負相當的這個責任去說明 然後就要說俗倫的意思就是說 照顧小孩是正當理由 那大法官說先生也要照顧小孩 所以你來上大業 叫你先生照顧小孩 這個不就是這個 你這個照顧小孩不是正當理由 所以俗倫的意思就是 大法官所說的每一條 所謂的性別平等 或者是國家的責任 乃至於性別科 就每一條都對 可是把它放在二零二一年 就不對了 也許十年後對 但是現在不對 但是我可能要再回到 我還是那個就邏輯來講 大法官說的算 因為你真的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但有沒有辦法 不能講損害控管管 就是有點亡羊補牢 接下來勞動部一定要去立法 修法 或是他當然也可以不作為 但看起來他要做一些事情 他可以怎麼做 我們再很快來Review一下 勞動基準法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就講說 除非公會同意 或者是勞師會議同意的話 否則你現在晚上十點 到凌晨六點 是不可以工作的 那大法官說 違憲馬上失效 那大法官的幾個論述 我們再很快來看一下 我們請看下一張 那就是說 為了所謂的保障婦女的安全 但反而讓女性的工作機會 減少了 那要做晚上的工作呢 有人願意 有人不願意 憑什麼公會來幫所有的人 就做決定 這也沒道理 那以雇主為規範對象呢 限制了女性的就業機會 以性別為分類標準 對女性形成不利的差別待遇 那這個呢 手段跟目的呢 看不出來有實際的關聯 而且會淪於性別的這個苛救 我們來看看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要該如何避免呢 勞動部的這個勞動條件 司長他說 限制女性工作 在九四年的時候 就存在了勞基法修法之後 變成公會要同意 那接下來四十九條 第五項規定 不管勞工是不是同意 懷孕或撲弩女性 不得夜間工作 看起來不會失效 但這個是勞動部的說法 是不是真的不會失效 不曉得 法條結構是不存在 北市產總理事長 他說勞工通常沒辦法 隨個人的意願 來去跟雇主談 我要不要晚上工作 所以通常都是拜託工會 工會不是在壓榨勞工 工會是為了勞工的權益 出面來去跟資方談判 所以大法官這個認定 工會沒辦法去幫勞工的 這個說法有一點點不符現實 那民視工會的召集人 他說很遺憾 大法官看到了性別平權 沒有看到更多勞動條件的問題 應該要保障其他性別勞工 而不是取消女性的 也就是說包括進到像是相關的 津貼可能會被取消 遠到女性的這個排班權 工作以及身體的狀況 可能都會受到更大的一些損害 我再請教一下燕榮 有沒有辦法亡羊補牢 我個人覺得其實如果勞動部要提修法的草案的話 其實他只要改一個地方 不是改一個地方 改一個池 他就把四十九條裡面 全部的女工改成勞工 除了最後一條以外 就是除了最後一條 因為男性的勞工不可能 那如果說真的 燕榮我打個唱 那你這樣講法更站在雲端了 哪一個業者有可能同意 這樣改 可是勞動部 他 我是覺得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其實這個最可以 就是我個人當然覺得 這樣就是站在勞工的立場 跟站在保護女性 跟保護勞工立場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平衡 那當然大法官 而且大法官我覺得很妙 大家注意喔 他是說這一條 因為違反性別平等失效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釋憲案 我後來覺得 有沒有可能這是一個 大法官的一個伏筆 其實這個釋憲案 他其實是由一個高等 行政法院的法官 是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佳樂福 還有華航共同去提出的 那所以佳樂福跟華航 他們就主張說 這一條禁止女性勞工 夜間工作的規定 是違反我雇主的 作為資方 我的財產權跟營業自由 但他們發現 其實807解釋 其實他完全沒有去提到說 這個規定有任何違反財產 雇主的財產權 跟雇主的營業自由 他是用違反性別跑平等 是 去宣告違憲的 所以我個人 真是覺得 這是一個大法官 留著伏筆 因為大法官並沒有說 這些措施 就是說這些 為了要不讓女工 夜間工作 雇主應該要做這些措施 是不對的 是違憲的 他不是這樣講 他只是說 只讓女性的勞工 去享有這些 就是這個禁止 然後可以禁止之後 再加上他因為禁止 所以附隨的一些雇主 需要做到的義務 的這個部分 只讓女性勞工 去享有 這件事情是違憲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這是一個大法官留著伏筆 所以才會導出 我剛剛的結論 說我覺得 四十九條 如果勞動部要提的話 就是因為大法官 沒有說這樣子的 一個限制的規定 是違反財產權跟營業自由 所以他反而就是可以把女工 全部改成勞工 然後就搞定了 我是這麼覺得啦 那我可能 抱歉 我先跟你致歉 而且我要收回 我剛剛的話 不會不會 如果勞動部有guards 是 是 我的前提是 如果勞動部敢去挑戰 現有一些必須夜間上班的 這些業者的壓力的話 他這一節 這一條 如果這樣修 那就是功德圓滿 是的 沒錯 那就是皆大歡喜 我們原本四十九條說 女性在午後十點到凌晨六點 中間不得工作 變成說雇主不得使勞工 於午後十點到凌晨六點工作 除非公會同意 除非勞資會議同意 而且你做到必要的安全測試 交通工具 等等的這些福利 說實在 我對政府的那個了解 恐怕是很難很難 可是大法官的 弦 弦外之音 我們要懂得聽啊 保有一絲希望 很久很久以前 那個所謂的罰倉不罰瓢 那件事 大法官釋憲之後 大家以為就是倉瓢不罰 結果呢 是倉瓢多罰 還是在剝削一些 所謂性工作者的問題 但我再請教一下 蘇任 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張 接下來要修法 怎麼修 民眾黨立委賴湘林 他說呢 已經爭取到的 應該要趕快修法 來保障 避免勞動條件 退步 你不可以剝奪掉 他原本的這些交通 夜間津貼 邱進院邱老師 他說呢 修法必須要讓女性勞工 有拒絕權 叫我加班 我可以買 我可以有拒絕權 這個要入法 那勞動部 勞動條件師的科長 他說 認成 哺乳的這些健康保護呢 他認為依然有效 但是要盤點相關法令 再來想怎麼修法 怎麼修法 我們基本上 第一個 就是在圓四十九條 把他當作是一個夜間工作者的勞動保障 就擴大 只是這保障的範圍在哪邊 第一個 我要先聲明 就是 當然去申請 視線基於這兩個公司 跟公會之間的勞資關係 但是他一定很 有特殊 他們自己的勞資脈絡 才會導致這樣 我們有九百零六 目前勞動部資金統計 我們九百一十六家企業工會 我們或者是以勞資會議 我們有十三萬家的勞資會議 如果應該說絕大多數的勞資會議 跟企業工會在行使同意權的時候 不可能全部拒絕 不然我們現在整個晚上 應該是沒有在運作才對呀 各位晚上十一點 打開任何一個電視臺 有沒有看到我們女性的主播 仍然在崗位上堅守努力 當然有 你去哪裡看不到女性工作者 你平衣那個基準的 不是都護理師嗎 所以其實絕大多數都是正常的行使同意權 所謂正常是什麼 就是這個夜間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雇主你有沒有做到 是 今天如果是危險的地方 是不是有保全護送 如果沒有裝工具 是不是讓他叫計程車 如果說這個照明的通道 什麼照明不夠 是不是應該補牆 是不是應該加設監視器 是不是應該給他宿舍 是不是應該給他接駁 其實大家在討論的 都是這一些設施的標準 然後另外一種是 你為了讓女性在夜間勞動 或者是任何 接下來是應該講 任何性別 夜間勞動 比較辛勞 他確實大口官都說違反生理時鐘 所以他可能會負責 有比如說這個津貼 那應不應該有 這些都是工會或勞資會在討論 如何保障夜間勞動者的 這個相配套的措施 不是為了阻擋夜間工作 嚴格講 反而大家都是促使 可以 如何可以夜間工作 其實工會跟勞資會是在幫雇主 解決問題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安全的 在夜間工作 那如果 所以四九條 應該修正成 就是整體的來講 夜間工作者 他的權益保障也好 他的安全保障也好 雇主應該要擔負的義務 沒有達到一定的義務的話 你不能要求夜間工作 我覺得這比較合理 因為我們完全是為了雇主的 營業利益而勞動 那再來我們 因為我國法並沒有對夜間工資加成 就是你的加班費 你在白天上跟晚上上 你的加班費都是一樣的 但是夜間工作 既然大法官都說違反生理時鐘 那為什麼夜間工作不應該加成 那個 那所以同時 在Longer法第二十四條關 這個工資的部分 就是加班延長工資的工資 以及夜間工作的工資 要不要加成 比如說日本 日本的夜間工資 是加百分之二十五 直接加 不管 那是你的正常工時 你的正常工時在夜間 但是你的夜間工資 就是一百二十五倍 一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對不對 換句話說 修法方向就是要賦予雇主 更多夜間環境的安全補貼 以及對女性選擇權 當然 女性選擇權 當然是好的 這完全就符合到法官的想法 如果我們再follow 大法官的解釋應該是任何勞工 都可以有拒絕夜間 我擔心還是在所謂的 土靠不足自己 就是說你讓他有得選 但是他真的能選 所以工會才要保證